哇 我刚才路过这个家实在是压力太大了 因为我开好慢 后面堵了好多车 然后还有至少两个保安在盯着我 看我在干嘛 嗨 大家好 我是Stephanie 想多一步 新人一步 说起多伦多的豪宅区 最神秘也是最值得骄傲的就是Breddle Path了 这个区域不大 但是非常好找 因为Lauren Stephanie到这里就中断了 原因也很显而易见 这里汇村了多伦多最顶级的豪华住宅 住在这里的人可谓是身份尊贵 因为这里的房子基本都是千万级别 有些甚至要上亿 所以呢 这里也是实至名归的顶级富豪乐园 这里住过的名人有 加拿大的传媒大亨Moses Snymer 投资人Robert Heshwar 歌星Prince和Celine Dion 以及著名的rapper 生长于多伦多的Drake Drake在2015年花费了670万 埋下了这片两英亩的地 他请著名的设计师Faris Ruffoli 亲手帮他打造梦想 Drake给这座花费1亿美金建造的豪宅 取名为Embersea 这样一座倾住心血的房子 的确值得拥有姓名 因为建造这个房子光是砍树 就花了100万 为了能拥有更多隐私 甚至市政府都批准了他 可以建造法定标准两倍高的外墙 这套豪宅的面积有5万尺 Drake在这里建造了 专属定制的OVO篮球场 这是一个完全符合NBA标准的室内篮球场 还配套了一个包间用来欣赏比赛 看完比赛还可以去Drake的四人录音室 DJ Kelly就曾经造访过他的这座豪宅 此外呢 还有一个房间专门用来摆Drake 获得的各种奖项 还有一条走廊 两边诠释他收集的各种球衣 在会客厅里 有一架Bose & Dover的三角钢琴 是由他的建筑设计师Faris Ruffoli 和村上龙联合设计的 虽然这座房子看起来有点像酒店 但它也只有5个卧室 不过呢光是主卧的面积就达到了3200尺 差不多有300平方米 主卧有两个衣帽间 衣帽间当然少不了他收藏的鞋和白金包了 主卧的浴室也是精心设计 这个黑色的浴缸是重达4000磅的纯天然大理石 这是由一块完整的大理石直接切割出来的 此外呢 这座房子还有室内和室外的游泳池 LED灯的颜色也可以随心情进行变化 车库内可以停时辆车 好的 这个就是Jake家了 看到前面有一些车 然后这个外墙的确是比普通的更高 门口还有警卫和Security 应该是不允许随便停的 看一下 然外面是什么 说完了Jake的豪宅 我们还是来说回Bridal Pass 既然是顶级富豪区 学区自然不会差 但是这些富豪呢 可能更倾向于把孩子们送去私校 离这里很近的Crascent Private School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是一所在加拿大 有副盛名的男子私立学校 就位于Bridal Pass和另一个豪宅区 Lawrence Park之间 是最难进的三所私教之一 学校不仅对成绩要求严格 还非常重视学生的兴趣培养 和身体素质锻炼 不过呢 这所学校的课程 只有三年级到十二年级 另外一所顶级私校 Toronto French School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TFS 离这里也不远 这是一所著名的 英法双语Ib私校 据说呢 是孩子在肚子里就要去报名的 因为这所学校的课程 是从幼儿园就要开始了 那么今年九月呢 Jake的儿子入读的 应该就是这一所私校了 TFS的家长们 你们有碰到过他吗 好了 Bridal Pub看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也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 我是Stuffney 想多一步 新人一步 咱们去看下套房子吧 Let's go